在香港柴湾的一座工业大厦里,琳琅满目的腕表在一排排掌柜中呈现,穿着白大褂的工匠师们正聚精会神地调教着标盘。 80后,香港创业青年沈惠玲正忙着与员工敲定手表生产的细节。 2009年,沈惠玲无意间接触到陀飞轮技术,于是便萌生了自创陀飞轮手表品牌的念头。 2010年,香港本地手表品牌万希泉应运而生,沈惠玲从临起步,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。 沈惠玲没有气馁,连续推销了近百家店铺后,才终于在京东的一家小手表店里, 获得了一个格子,寄卖自己的商品。 第一批手表一共十支,沈惠玲亲自挑选,亲自布置。 就这样,她渐渐从一个分销点拓展到高峰时期六十个分销点, 还在香港开了两个手表专门店,在一众国际大品牌中站稳脚跟。 当时香港创业经济环境相对来说,比较健康一点。 当时香港创业仍有很多游客,在零售方面发展很好, 各行各业仍然很明朗。 所以在那段气氛之下,创业仍然有更多的机会。 香港创业其实因为香港本身是一个国际大都会, 它有免税,很多制度都很健全, 那个事业和本身建立的系统是很国际化的。 在香港其实等于一个窗口面向全世界, 本身其实有一个吸引力。 沈慧玲的爷爷和父亲也很喜欢中华文化, 家中收藏了各式各样的木雕作品。 沈慧玲耳濡目染,也将中国的木雕艺术融入手表设计中, 希望弘扬中华文化。 创业后不久,沈慧玲便把目光转向了内地市场。 因为内地其实有很多商机,也都透过一些展览, 也都有不同的合作伙伴,或者潜在代理商会来了解这个牌子, 他们都会说很乐意和我们去开拓市场。 好做已经有个发展,必须要自己去多点深入去探讨, 真的要自己落到去才懂得那个文化。 从上海的展厅到深圳的专门店, 再到北京、广州、杭州、漳州、云南等销售店, 沈慧玲一步一步把这个香港品牌带进内地市场。 他直言,内地市场是他生意版图中最重要的一块, 立足香港,背靠内地,是他制胜的法宝。 走出去,是沈慧玲希望对香港年轻人说的话。 香港有其自身的发展优势,但如今人口密度高, 各行各业已接近饱和。 沈慧玲看好香港和内地的协同发展, 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把握新的发展给予。 我们先不要说任何的其他东西。 你只是一个商业的策略,是一个必然的大势所趋。 还有,国家的发展的潜力真的很大, 而且它本身发展的方向都很多元化, 实际上是很值得去探索的。 这个地方是怎样都好, 很鼓励香港多点去看多点。